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呢,关于周立波的案子,我首先想说 虽然俗话说,树于静而风不止 但是呢,在周立波的这个案子 案子里面呢,看起来这些树不但不要静 而且呢,还有要成金的节奏 我呢,自诩是一缕清风 但是感觉非常的爱莫能助 所以就想为吃瓜群众服务的心态来做这些视频 好,今天是7月18号 周立波继续透过微博呢,驳斥唐爽 那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也就是唐爽,还杜撞我保释出去之后 跟记者说,枪支是合法的,毒品不是我的 那么他所对就是驳斥了唐爽的这一段方法呢 我找了一下关于局面访谈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跟周立波是同时保释出去的吗? 这个中间就是我认为周先生 周先生答应我说要同时保释我出去 但是没有 周先生自己当庭保释了 所以,然后把我放到监狱去了 放到监狱去了? 对,如果周先生不承诺我,就是胡杰女说要保释我的话 我就会给我朋友打电话了 就是帮我送点钱来 但是呢,他没有做到 胡杰女是把周先生保释出去之后 然后跟媒体说 枪是合法的,毒不是他的 然后躺上在监狱里 请问关于毒品问题是您是因为学有毒品 还是因为是被抓到学有毒品 请问一下那个枪和那个药件是您是您的吗?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的1月20号 大陆就有一个声称是周立波的法律顾问 也就是同一天 周立波月保释的同一天就有做了一个回应 你是说当时说的话 是想让媒体暗示说这东西是你的 只是推测 因为后来确实有这个效果 等他跟媒体一番慷慨沉词之后 然后再把我弄出来 就是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媒体面前澄清 这会造成了网上很多的误会 好,所以呢 也就是周立波他今天做的这个 就是反击 我感觉没有太尊重 就是唐爽向媒体所陈述的一些事实原貌 因为唐爽首先呢 就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毒品不数 就是唐爽并没有说周立波保释出去以后 跟记者说毒品不是我的 OK 而且呢 关于前半句周立波出去 说跟记者说枪支是合法的 据我的记忆 周立波在接受局面访谈的时候 他有跟媒体说 就是莫虎成为他们的律师之后呢 莫虎来监狱比他想象的要晚 然后莫虎告诉他 是因为他花时间去了解了这个枪支的情况 并且告诉他枪支是合法的 这也是为什么周立波他说 他所以他出去以后见到外面有媒体 所以他就很底气十足的告诉记者 枪支是合法的 关于这个说法呢 我还找到了相关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枪支是合法啊 没有啊 没有啊 你看了没有 当他说枪支合法的时候是底气十足的 当人家追问他 那是不是你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我就不说了 因为前半句呢 是律师告诉他的 他就是缘分不动的转述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说 他们还是在继续的这个纠缠 而且这个纠缠的点呢 都不是很尊重 是用我们的法律术语 就是不是太in good face OK 就是很诚信的 尊重事实的来说 都是为了自己的 说这些不说那些 这个我是觉得是感觉非常遗憾了 另外呢 他还曝光了一段 他跟唐爽的录音 关于这段录音呢 唐爽是有质疑 说是他有剪辑 但是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录音片段吧 一些一些我认为的 比较重要的片段 都是你在说呀 对吧 但是你在说的精准 就是决定这个事情 走下 对吧 我觉得这个呢 是他周立波跟唐爽事后来讨论 就是关于当时他们被拦停之后 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周立波和唐爽两个人 而周立波的英语不好 所以唐爽作为朋友的话 肯定就是要帮助来沟通跟警察沟通 那现在没错 也就是我在 整个我做的这一系列视频的第一集 我有讲过 就是欢迎所有北美的华人 都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就是说真正在这种情况下 最有利的做法 就是行使他说 拒绝警察搜车的权利 因为一旦你拒绝以后呢 不但结果是什么 你都比较好 就是说去准备你的defense 而你一旦同意了以后 让他搜车 然后你再要去要证明 你当那个同意给出的 并不是你真心实意的同意的话 这样的话就会麻烦很多 不过好在周立波这个案子里面呢 也就是说当时唐爽是说了 可能是跟他说了一句 就是说你可以说不 但是警察要搜的话 估计你也拦不住 我这个的的确确有一点点误导 但是唐爽他就是一个学霸 然后又有一点小书呆子 他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 就算一个有社会经验 很丰富的人 法律知识也要相当到相当的级别 才有可能在这件事上处理 应对的很好 所以我认为就是唐爽已经是 做到了他 就是did his best OK 他有做到他最好的了 所以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当然在这段录音谈话里面 周立波本人也没有太怪罪 他的意思 再往后看啊 我们看一下 看唐厂有说警察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呢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要说 我要说的 就是说当我们 比方说一个病人 他要去做 被医生告诉他 要去做手术的时候 那么医生是有义务把做这个手术 可能会面临的所有的后果呀 副作用啊 所有的风险都尽可能全能呈现给这个 这个病患 然后呢 由病患自己决定 究竟做不做这个手术 什么时候去做 另外我们还有个参照 就是比方说当警察逮捕一个人的话 他一般都要声明 说你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你不保持沉默的话 那么你所说的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作为对你不利的证词 所以的话也有诸如此类的警告 警察有没有说 现在从唐爽的这个话里面 也就是警察什么都没有说 所以也就是这个事情里面 周立波是感觉到整个事情 他是被人构炫了 是有点上套了 那么他也当时也有讲到 就是他那个车呢 是从朋友家开出来没多久就被后面一辆没开灯的车跟着 就是而且是贴着后 就是保险杠跟得很紧 然后等他们觉得很奇怪 就帮一下人就把灯打开 所以是感觉是不是那种有一点点类似于钓鱼执法的 就是就是 就是成心的在那等着他们要有点弄事那样 所以警察有没有执法上的行为上的缺失 这个呢 我们我是有高度之一 就是说周立波 如果你觉得你是被人构炫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构炫究竟是来自于谁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再往后看 就是想一个老公的两个小警察 因为就是最后等于我们来给人去查 或者又说 我们看一下 就是想一个老公的两个小警察 因为就是最后等于我们来给人去查 或者又说 去警察又说了 这个警察是极其之 他也说是极其之乐意的 就是给我上手的话 上手的话的 所以你看 也就是这个警察 这个是有很事实的 很比较确凿的证据 就是当他们说 手铐上太紧了 他说我给你松一下 然后再给人上的更紧 所以这个警察 我们也知道 后来检方 在就是 就是叫证人上庭的时候 当事的两个警察 其中一个警察 是没有出 没有去上庭作证的 所以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执法过程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说不是很justify的 不是很合理合法的一些动机在里面 也就是检方他们是自己就是清楚的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 一个我们刚刚看到 第一 唐爽说的 他也感觉到莫名其妙 也感觉很奇巧 那第二 他说了 说那个警察 什么搜车的那一段 是什么都没跟他们说 第三 我们看到 就是警察后来 当他们要求把手铐 就是不要上太紧的手 弄疼的时候 他们还给上的更紧了 第四 第四就是昨天什么呢 昨天我跟大家讲到 就是说在周立波起诉 刘龙珠的那个律师的信里面呢 我跟大家就是说到 就是第21段 他呢有提到了一个case 就brady vs marilyn 然后他这个提这个case 他说他想说明的就是 就是检方不可以扣留 就私藏一些证据 而这些证据呢 是有利于刑事被告的 所以我当然就很奇怪 我就没错 他这个起诉书里面 是提了很多 就是周立波的这个案子 但是他为什么说这样一句话 因为法律的文字都是很严谨的 就是你不相干的 绝对不会往里放的啦 所以呢他后面他说的是 Now Joe's defense team had obtained a powerful evidence to acquit Joe even if the case went to trial by jury 他说现在呢是 周立波的那个反诉律师呢 已经是获得了非常 他这个起诉的时间应该比较早 要不然他也不会说是 周立波的那个反诉团队 已经获得了很有利的证据 即便是这个case呢 会进入到就是陪审团的停讯的阶段呢 他们也有信心 让周立波全身而退 所以感觉就是他们算起这个的时候 这个case还没有over还没有结束 但是呢他之所以引述这一段呢 我感觉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他们似乎是 是否已经在质疑检方 在已经意识到 也就是为什么最终撤安啊 会不会是检方 警察从这个整个这个case的起点 检查的作为上 警察的作为上 是不是有缺失有缺陷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 他为什么在这里面就说 检方不可以隐匿 任何对对那个被告 刑事被告有利的证据 然后我们也知道 最终是两个警察 其中有个警察没有出庭 OK 所以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后备箱 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任何东西都是警察口说的 没有难给我们看过 这个是 这个是佐证 这个是佐证 就是说警察 都是 第一 没有跟他们说什么 就当时搜车的时候 没有 没有跟他们说什么 然后现在就说 他们都是 都是警方的一面之词 没有给他们看 但是我现在 是 他问了五个人 他问你的了 然后你再接会跟他说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呢 就是我个人感觉 因为这段录音是周立波录音 唐爽那边呢 就是有点懵懵咚咚的应答的 所以我感觉是 周立波应该是 问过律师很清楚 他当时是有权利拒绝警察搜车的 所以呢 关于这个呢 我一再强调就是 建议大家去看我这个 周立波这个案子的 系列视频的第一集 那里面对有很多 对北美华人 很有用的一些信息 那么也就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点是事后诸葛亮 那么周立波来说这些话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意 但是呢 他说的这个 关于能不能开后备箱 如果真的像这个录音所呈现的 就是 只是唐爽直接跟大家 就是告诉警察说 那就让他们开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呢 就跟周立波起诉 刘龙珠的 那个案例里面的 一个说法是印证起来 因为他在第16段 他有提到 就关于这个案子啊 关于周立波的这个刑事案子 他有提到这么一句话 他说 a third party cannot give consent on behalf of the suspect 所以就说 他说是第三方 也就是当警察跟问周立波 也就是警察应该从周立波那儿 获得一个搜车的许可 这是双方 而最终的 如果是周立波 如果是唐爽直接告诉警察说 那你要开你就开吧 那他就是 唐爽就属于third party 有第三方 第三方是不能够代替那个嫌犯 也就是这个 这个案子的被告 也就是周立波 不能代替他来给出一个许可 所以呢 这就印证了 也就是 昨天我们也讲到 是周立波的 律师是根据警察的证词 然后发现这个周立波 好像是被懵懵咚咚的 就是让他去搜车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 关于周立波 是不是给出了一个 有效合法的 同意他搜车的这个 搜车令这一块 检方是很难达到 他需要的一个矩证高度的 好 下面呢 我今天的重点呢 实际上是要来说一下 就是莫胡起诉周立波的 那个刑事案子 昨天我已经讲到了 就是7月 今年 今年 2018年7月14号 莫胡呢 起诉 也就是周立波的第一任 刑事律师 他起诉周立波诽谤案 那在这个诽谤案里 我昨天已经分析了一部分 今天我们继续 今天呢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那个某某 OK 所以呢 他是在 这个第46段 他提到的某某 他用的是 an unidentified individual 然后是括号 person xx 所以呢 我就是这个是 不可确定 确定其身份的某一个人 所以我就有 比较好奇 就是说 一般的我们在法律 法律 司法系统里面 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用 unidentified individual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啊 这个地方 demonstrating to an unidentified individual suction device 这个不管他 也就是说 他在描述一个场景 一个事实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人 而那个人呢 现在已经是很难再去 追踪定位了 所以他在这个陈述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 unidentified individual 同样的情形 我们看到 另外在一个case里面 他也是说 他说encounters observed with several unidentified men before blablabla 所以说 他是什么样 他是有 就是跟一些 几个 不可以 不知道的 就是 就是 接上随便的一些 一些人 ok 也就是说 他在描述一个场景的时候 当你这个 还原一个场景 事件的时候 有一些人 你作为这个案例 在拿到法庭上 你是没有办法 再追踪 再去定位 再去联系他们 然后把他们叫上庭 作证的情况下 你会用unidentified individual 或者in man whatever whatever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 莫虎 你谈到这个 某某的时候 第一 莫虎 你是作为周立波 这个案子的第一任刑事律师 而这个某某 因为周立波 他们和唐爽这个案子的起点 就是去某某家做客出来 所以你作为一个他们的刑事律师 你有可能是 不知道这个某某的地址电话 都没有去问他们 不可能的呀 所以也就是说 你在自己出于私心 你要告周立波 起诉他一千万的诽谤 诽谤罪 这么一个民事诉讼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某某拽进来 对吧 因为之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唐爽 莫虎 唐爽 还有某某 好像是一条阵线的 然后对抗周立波 给我们感觉有点这样 但是你 莫虎 出于你自己的私心 要在要告周立波的 一千万的case里面 你居然把这个某某也拽进来 因为首先 当你用这种 unidentified individual的时候 首先跟你作为 周立波的第一任刑事律师 来过问这个 这个案子 而这个某某是这个案子 一个重要成员的话 你这个用 现在来暗示 你是对这个人 是没有办法定位 他知道他的任何信息 这个是说不过去 对吧 因为而且我们知道 就是这个人 呃 据周立波讲 就是呃 几个月以后 莫虎的女儿 在婚礼的时候 莫虎邀请了 这个某某和周立波 作为家 作为那个嘉宾 但是呢 就是周立波很不高兴 那个时候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邀请那个人 然后他们 就默默把两个人的时间 给错开了 所以 他是你女儿婚礼的嘉宾 你有可能不知道吗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呃 他说 他声称 当他在某某家做客的时候 那个某某呢 把一支枪和一些毒品 放到周立波的袋子里 并且把这个袋子呢 放到他车里 注意 第47段 他说的是 据周立波说是如此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第49段 他用了什么 According to Mr. Joe 意思是什么呀 也就是第49段 所有的话都不是呃都是基于周立波告诉他的 也就是这个49段的陈述的内容来自于周立波 OK 然后呢 第51段 他用同样的说法 就According to Mr. Joe 据周 据周立波所言 blablabla 他陈述一些事情 也就是后面这些事情 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 反正是姓周的这么说 然后呢 他又说什么 第53段 同样的说法 是According to Mr. Joe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呢 都是他用来描述 周立波 试图说周立波怎么样去栽赃 blablabla 但是我注意到 你看啊 第49段到第51段 你中间插的这个第50段 他就一些 呃 那个 一些 一些那个描述 就是说 像是事件的描述 他没有说出处哦 我们来看一下 later as Mr. Joe was departing with Mr. Tan 也就是当 后来呢 当周立波和唐爽 离开的时候 his host 也就是他们的那个 请他们做客的 那个宴请的主人 his host the chauffeur placed Mr. Joe's bag in his car 也就是他说 那个宴请的那个主人 也就是那个某某 他的司机 show far 司机 把周立波的包呢 放到他的车里 所以你看 第50段 是一段 貌似事实的成就 而你莫虎 不是那个事件 那个描述场景当中的 当事人 你也没有给出 你描述的这个 陈述信息 来自于何处 所以我的研判 就这段话 是来自于 莫虎跟某某 两个人的 直接的 谈话 然后呢 他又 不能引述 according to某某 因为那样的话 就会让某某出庭作证 他不愿意那么说 所以呢 他就搞了这么个名堂 如果说 莫虎说 哦 我是不小心 第50段 本来我也要放 according to Mr. 周 只不过是忘了 说不通 为什么呀 因为47段 他说的是 据周立波说 是某某把那个枪和包 放到周立波的车上 而第50段 他说的是 某某的司机 把周的包放到车上 所以这两个说法是有事实上的出入的 所以 莫虎 你在这个地方第50段的描述 第一 你作为律师不严谨 你描述的一段场景 你自己不是当事人 但你没有给出这个描述的出处 我认为你是从某某那儿获得的这个信息 但你不敢写出这个某某 你怕把他那个叫到庭上 也就是说这种unidentified individual 看上去你在试图保护他 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在你个人的 为你自己想得到一千块钱 一千万美金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起诉案例里面 已经把他引入的话 对不起 我个人的感觉 这个是适得其反 你会首先引发公众的 那个好奇心 他们会人肉他 再往呢 你会引发司法系统 司法系统 你作为这个案子的当事 律师 你怎么可能没有去询问这个关键人 你怎么可能没有他的通信信息 在周立波要是跟你对证的话 你那个婚礼 你女儿的婚礼 就邀请了那个人做嘉宾的话 你等于是像 是有向法庭 做不实陈述的嫌疑 OK 而且后面我们看到他说 周立波claim that person xx is a drug user 所以像他说 周立波说 这个某某是一个吸毒者 所以他在你默虎 起诉周立波的案例里 用这种说法 第一 你是对周立波不利 这是毋庸置疑 第二 你对那某某也不利啊 对吧 如果你跟唐爽 跟周立 跟那个某某是一条阵线的话 所以你看 这又是又体现出私心在作怪 在你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你又是把别人踩了一脚的感觉 在我看来 好 这个呢 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内容了 现在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